大家好,南花的叶片本身是特别的翠绿的,而且上面没有什么斑点,没有什么干枯的现象 但是如果你的南花叶片出现了干枯的情况,那么这不一定是因为病菌导致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?其实原因主要有这几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光照太强 这个南花呀,它是比较喜欢阴性环境的 那么平时呢,我们只需要给它稍微有一点点闪射光就可以了 如果光照太强,就会导致了它的叶片出现干枯的情况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给它放在片眼底下暴晒 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盆土啊,板结了 如果我们长期没有更换盆土,导致盆土板结 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南花的根啊,没有办法的从土壤中吸取过多的水分和养分来生长 那么这会直接导致它的叶片啊,出现干枯黄叶的现象 所以我们养南花一定要定期给它更换盆土 最好就是一年换一次 那么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给南花上盆之前啊 给这个南花的盆土,还有南花整个植株呢,过度的杀菌 杀菌过度啊,就会导致这个南花的没有办法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 引申出更多的这个有益菌 这样不仅会延长它的浮盆期 还会导致它自己储存一些养分的被过度的消耗 就会出现了这个不生长了 然后叶片失去光泽干枯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给南花上盆之前啊,不要过度的杀菌 如果南花没有烂根之内的情况的话呢 就不需要给它做一下杀菌处理 好了,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